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交往了大半年 但随着我们彼此深入的了解 我才知道她和她前妻一直都有联系 我曾经是两次非议的失败者 在情杠方面受了太多的伤害 我都到了这个年纪 只想一步一个脚印 我想和她安定下来过日子 但她一直不肯和我去领证 这让我特别没有安静感 也很迷茫 我不是没想过再次成家 只是觉得双方多了解一下 再做决定 这也是对双方负责任 但她总不能理解我 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蒋先生54岁来自湖南各体 林女士49岁来自湖南酒店领班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为何而来呢 我生起来的我想挽回我朋友 挽回女友 我看她根本是没这个心的 我一直在想她去领证 她都不同意 恋爱多久 认识到恋爱有一年多了 是的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八月份 我们在一个乡亲群里面认识的 但是聊聊得来 就互相加了微信 到过年以后呢 我们就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 我当时就跟她说了 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以后呢 就是半年了我们就去领证 她说行 可是等到了八月份 我就跟她提 她说再等等吧 等两个月以后 我们再说 十月份我又跟她提 她说 还是再等等吧 我们等过年以后再说 我说你这个是珍惜吗 刚开始我们说好了的 我们经过了解 一段时间就去领证的呀 为什么还要等等 你老是等 所以您是等不下去了 所以你选择走是吧 是的呀 我是离个两次分的 在婚姻方面 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第一次离分是92年 原因就是两个人性格不合 但是离分的时候呢 我小孩子有四岁多 四岁多呢离分以后呢 就小孩 小孩进上岸做生意 96年经过朋友介绍呢 认识一个女孩子 比我小八岁 但是两个人交往呢 还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经过她父母车 就吵出来的 结了一个短暂的婚姻 本身只认识三个月 就结了那个分 从结婚到第二次离分呢 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温散离 我二十多年了 一直就是一个人 17年的时候呢 8月份的就在群里面 认识我朋友 认识朋友呢 经过几个月的交往 当时的时候呢 口头上面承诺了 交往半年 就跟她领证 但是呢 到现在呢 将近起身有一年多 一直还没有达成她这个协议 我就是想呢 毕竟她也是离分的 我是第二次离分 我想慎重一点 不论她清平到明天 这个年纪都不起了 我五十几岁了 是不是 儿子都三十一了 甚至都六岁了 慎重考虑一点 对我对她都有好处 所以您现在的慎重是 您觉得太快了现在 还是太快了 还不适合结婚是吧 嗯 我看来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因为最近几个月啊 她就每天和前妻啊 视频啊 聊天啊 我一跟她说话 她就很不耐烦 老对我发脾气 所以您走 不仅仅是因为她不娶您 她还跟前妻偶断 丝连在您的眼里 是这意思吗 像这个事情呢 跟前妻聊天啊 有时候视频呢 我和前妻呢 是一个单位的 都是交谈厂里面的事情 再一个呢 儿子的开公司 或者是生子啊 听不听话 甚至是美生要员啊 都是一些家常事情 前妻再婚了吗 前妻她没有办手 去生活在一起 就是这些事情 造成我没有安全感啊 一个场好多人的 你可以和别人聊啊 为什么非要和前妻聊呢 你说聊着儿子的事情 儿子又不是说 是一二十岁还不懂事 儿子也是三十岁的人啊 他前妻可以自己 跟儿子聊是吗 为什么要和你聊 所以这个事情我很 所以你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我想不透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就是在您二十多年 单身的这个时间里头 您跟您的前妻还有联系吗 但是微信联系还是有呢 就是一直保持联系 微信联系 顶方联系 刚开始认识 我跟她谈的时候 没有这么联系 就是偶尔有时候 发一个微信 根本视频呢 就是胳膊又 才看见了视频是吧 但是最近几个月 就是天天聊天天视频 那我肯定不舒服是吧 还有一件事是最近 我想不透的 上个月 她跟她前妻视频的时候 我就偷偷听到 她说她和前妻买了一个墨 我说你和前妻买了一个墨 那我现在跟你谈 你说喜欢我 那我算什么是吧 关于这个买墨的事情呢 16年我跟我爷爷奶奶 去买墨的时候呢 当时就考虑一下 哎呀这个时候 我也上了五十多岁的人 我跟我儿子说 是吧 我现在也是漂泊一个人 是吧 毕竟百年以后啊 怎么安顿 是吧 我就是想 我反正一个人 买个墨 和前妻买在一起啊 方便儿子生子以后 以后的走顿走顿 但是我买墨的时候 我根本不认识她 那您前妻 现在不是身边 也有一个长相伴的人吗 前妻对你们未来 百年之后 合葬这件事 是怎么看的呢 我跟她说了以后 她就说 哎呀想那么多 干什么还这么年轻 我说我买都买了 反正我都陪个照片给她看 我说你这个墨碑 全部都做好了 百年以后啊 我们就安顿到这里 就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 我只是假设啊 如果你们俩再次的走进婚姻了 她成为您的合法妻子了 这个你考虑过怎么处置吗 等我们处击分针的时候呢 把她百年以后的墨 买一个 再给她单买一个 单买一个 这个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她跟我单买一个 放别的地方去世吧 她和她妻子两个人 买了一个墨 是合个墨 现在是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刻上了 你说气不气人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所以心里过不去这坎是吧 我肯定是的 我现在就是说 要把我的名字 改成合她的是 合个墨的名字是吧 这个要求不过分吗 你们这还没结婚 就想着墨地这事闹 也是有点那什么了 是漏心呢 挺漏心的 对对对是挺闹心的 除了这之外还有别的事啊 你们闹心吗 哎 你别说 她还有一个很聊得来的闺蜜 女闺蜜 有一天啊 我是下班 我一回家 我就看到她呢 搞定有那个黑豆打成粉 哎 我说今天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 知道我是五十岁的人了 容易长白头发啊 买个黑豆磨成粉了 泡个粉称一称了 就白头发没那么容易长出来啊 结果她把那个黑豆磨成粉提了 到那个女闺蜜家民去了 开车送过去来费要一个多小时 她还一点都没跟我聊 你说气人不气人 哦 关于这个女闺蜜呢 那都是十年多前认识的 都是一个知心朋友 一心的知心朋友 哦 不是这一点点事情 一点点事情都不能说触发我 有这么大的冲动因为我 我必定还是这个年龄了是吧 她女闺蜜买个衣服 也发个视频给她看 你说我穿这个衣服好看吗 买个超短裙也是 你看我这个短裙好看吗 让她看 如果说她说这件衣服 不行 她立马不买 如果说这件衣服穿的好看 立马她就买了 你说这些事情我根本不可思议 我跟这个女闺蜜都认识四年多 无法不说的 就是一个一性和人 不然你们干嘛不在一起啊 这么合适 不可能了 每个人都有她的朋友 真心朋友 你是把她当成一个朋友 真心朋友 对对对 但是你那位女闺蜜 对您是什么感情 您知道吗 倒是没有察觉到 她喜欢您吗 感觉不到 都是一个自信朋友交谈 但是我就感受到她们两个 关系挺好的 已经超过了这个朋友的 咱们说她对您怎么样吧 对我 不说她那闺蜜了 好像有敌意 我就看出来了 闺蜜对您有敌意 是的 我问的是先生对您怎么样 先生对我不怎么好 如果说好的话 我肯定不说要和她分手 您指的不怎么好 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八月份 我和我朋友讲好了 到平江去玩啊 我朋友就是说 她有时间送你没有啊 我说我和她现在是怎么关系了 是吧 他们说那就行吧 你就叫她送我们去啊 结果她说 啦 你给她帮忙 她提供了 到平江去吧 楼往的时候 她以为不就得到 她说了 最后呢 她会被判了 她在家里面 你不是女朋友 优优独播 最后人心存在 我为她是天生 不都不宪了 你的好习惯了 我来说 我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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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考虑一下啊 第二件事儿 它确实挺在乎你跟你那个女闺蜜交往的 你能改吗 我会慢慢地收远一点 一定是一个知情朋友 没有任何别的关系的 好 老师们看看这个应该怎么办吧 这段情感的走向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好的爱情是 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 遇见你之后我没想过别人 到您二位这儿呢 变成了遇见您之后我没想过结婚 遇见你前后我想的都是别人 大哥我想问您两个问题哈 第一个问题是 你还相信婚姻吗 我相信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您的前妻现在和她身旁的伴侣分手了 你会和你的前妻和好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离婚二十多年了 真正要破均成员的话 早就在一起了 那为什么想死后葬在一起 因为刚才您的表述是这样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您是先把你们所有的字都写好了 然后才给您的前妻打电话说 咱俩以后就埋这儿了 对吗 所以您并没有征求过您前妻的意见在此之前 而是自己做的这样的决定 我们讲说 至高的爱情境界叫什么 生同寝死同学 其实你们 这是一种很伟大的爱情情感 对于您的前妻来说 对于您来说都是一样的 可是对于大姐来说不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是的呀 我就是不同意啊 可她 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 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你就今天站在这儿了 她说她考虑考虑 她其实99%的答案都是 还是和她前妻在一起的 大姐你知道从三亚 飞哈尔滨吧 中间有的时候飞机要惊停大连 您现在就是大连站 但是人家目的地是哈尔滨 明白了吗 明白 有的时候可能哈尔滨当地天气不好 现在我迫降沈阳了 您就是沈阳 人家的目的地是哈尔滨 我是她的备胎 替补 对 听懂了吧 这回明白怎么回事了 对不对 明白 所以没意思我觉得 因为 心里还住着旧爱的人 是无处安放心欢的 所以大哥我觉得不要因为 孤独寂寞冷 耽误了别人 谢谢 大哥肯定是一个非常怕寂寞的人 而且其实或多或少你是后悔和前妻的分开的 因为通过几个表现可以看出来 在跟前妻分开之后闪婚 然后又闪离 你为什么要去闪婚呢 我是想乘个家 对 其实你非常缺乏安诚感 你希望有一个家 有人陪伴 但这个人是谁 现在其实你是左右摇摆在犹豫不决呢 因为你既怕又从导覆辙 又是闪婚闪离 但是呢你又不想孤单 所以你欺骗了这位姐姐 说半年一定结婚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你在跟她交往的将近一年当中 你一直在左右摇摆 如果说你现在进入了新的恋情 并且你又决定半年之后结婚 你应该主动给你前妻打电话 不好意思 在两年前 目的这件事情 我那个决定是错的 你打了吗 你没有 同时这边还有一个女闺蜜 而对你这位大姐有敌意的女闺蜜 你觉得是说明什么呢 问题很明确 如果我们再恭喜即将结婚的人 一定是说百年好合嘛 但是你百年之后的事 你都已经安排好了 不是跟这位姐姐 所以说尽快地说出你心里想说的话嘛 好不好 不要太自私了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那就第二把 许总说你没有安全感 所以会有之前的第一次婚姻 和第二次闪结闪离 我不认为她没有安全感 我认为先生说得直白一点 你从来都不爱别人 你只爱自己 你为什么离两次婚 你估计到现在都不知道原因 说什么性格不合 是因为你让别人感觉不到你在爱她 是因为你太自私 只爱自己 在两个人关系中 你不付出真情 不付出真心 谁会爱你 谁会跟你啊 你说我都买好墓碑了 我要和我前前前妻合葬 我告诉你 没戏 将来如果你的前前妻 真的和人家现在伴侣情投意合 人家也不跟你合葬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都把我的生活安排好了 你看我有孩子的妈将来陪着我 我有女闺蜜是我的好朋友 我还有一个在我身边陪着我的 愿意陪我生活的女人 其实到头来 你一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谁都不会陪你 所以大哥你这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如果不掏心掏肺去爱别人 你别指望生有人陪 死有人陪 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 所以如果你要不调整的话 我怕你以后的日子更孤单 你要学会好好的爱别人 才真的会有人陪伴 女士我想说的是 虽然大家都看到了 这位先生有很大的问题 但不代表你没问题 我认为你的对婚姻的理解太功利 你从一开始就算清楚的说 我们现在相好啊 好过半年我们就结婚 婚姻和情感能拿时间去计算吗 虽然说已经是二婚了 如果是本质这样为了结婚而结婚 为了有一个人是我的家里的人 而去成这个家的话 最后有可能还要离婚啊 他都离两次婚了 是的 所以爱情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付出的 是他自私 是他不会爱人 但你也没有用你的爱 用你的温暖 用你的能力去感染他 让他学会去爱 所以在这个感情当中 一定要拿出真心 两个人互相温暖 相爱了以后 婚姻是水到渠成 而不是用时间计算 好吗 好 祝你拥有幸福的情感 早点进入婚姻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谢谢杨老师 前妻呢 虽然现在不是爱人 但她曾经是一个爱人 闺蜜呢 虽然不是爱人 但她至少是一段友谊 只有你哪种都不是 既不是爱人也不是闺蜜 既不像爱情也不像友情 你有没有觉得你既比不上前妻 也比不上闺蜜 你属于那种两可又两不可的类型 我这样说对吧 其实你没有把她当成真正的爱人 否则的话 你不会不顾及到她的感受 你也没有把她当成是完全的 纯粹的像闺蜜一样的友谊 因为你跟她之间 还是有爱人之间的那种感受 所以你始终觉得她是 友谊以满恋人味道 所以你才不愿意跟她结婚 不是不愿意 因为我们相聚只有 你如果愿意跟她结婚 如果你真的愿意娶她 如果你真的愿意用余生来陪伴她 你是万万干不出 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这事 不然合葬的那个事情是一六年 你就即便一六年已经定了 我把那款目的全部让给前妻 我也不会做伤害她的事情 说的有道理 这件事情换给你 你也不愿意吗 如果她愿意跟她的前妇合葬在一起 你也不愿意吗 这是很显然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你想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 未必是因为你还爱着前妻 对 从某个角度上是来说 你是为了至少我死了以后 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还知道我曾经有一个相对于美满的家庭 能够双双败己 说的就是对 为了效益的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要这样做 你就不要再去谈恋爱 你不可能这么自私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把它放在哪里 到底是放在爱人的位置上 还是放在恋人的位置上 爱人又不是朋友又不是 到头来两者都不如 你让她 别人怎么看她 还有你的前妻的那个木的那个事情 你也要想清楚 其实没必要 儿子如果真的孝顺你 他就会去看你 跟谁与谁葬在一起 没意义 哪天你要真的入土了 就应该跟你当时的爱人葬在一起 如果没有你就单独葬在一起 你不要再去惩前妻的事情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就这样 生活里面 因为你做的挺对的 您不是已经走了吗 所以我特别奇怪 就是想明白的事 为什么还要再来 你反复强调了一句话 他要不是对我好 我肯定离开了 但您这个时候就得想明白一件事 您要的下一段婚姻到底图的是什么 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咱们都做一个纯粹的人 什么是纯粹 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 你就那么去过 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 你就按那个标准去找 否则就像今天一样 就煮了一锅加生饭吧 就夹在那儿吧 好了两位你们自己去定夺吧 到了这个岁数 我们也说不上什么 对吧 其实你们活得比我们都透彻 都明白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从认识你到今天一年多 我确实放不下 因为我离风二十多年 经过恒恒于远 我认为我自己找到了一个 能够跟我陪着到老的班 希望你有些方便的 所以我走得不好的地方 多指点啊 或者是不等的地方呢 多消化弥补一点 经过时间长一点呢 我们把这个证明了 我呢 从你这几个月 做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呢 我是不可能和你 还继续走下去了 我要考虑考虑 深圳考虑 真的是要考虑一下 我现在真的 还是站在这个十足路口 就像他们说的 我是你的一个路口 你可以起飞到任何一个路口去 今天可以到这里停一下 明天可以到那里停一下 我还是要考虑考虑清楚再说 我希望你还给一点时间给我 来 请老德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来看他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抉择吧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我看给您急的 那套上也套不回家 行了 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这套你公开 真是能断理你什么 男嘉宾 男嘉宾出来的时候嘴里叨咕了一句话 那年目怎么着啊 不 反正我全部都会取得好 经过几位老师的提醒 求是指点我的缺点 求是有道理 不是 您打算怎么做呀 跟他一起 来 来 来 知道不容易 真心对待彼此吧 祝你们能幸福 谢谢两位 请回 还是那句话 这只是在节目现场此时此刻 这一对恋人心中的感受 我相信回到生活里 他们还需要去反思 去琢磨 去磨合 生活里面 到底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那样的生活让他们去选择 只是说今天我们给他们 提供了一些方向 婚姻应该是纯粹的 当你让它纯度越高的时候 它的坚固性就越老 来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毕业后她不思进取 很多时候 还会限制我的交友和工作 她总是说我哪哪都不好 却不找一下自己的不足 每次都以真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 正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一起做出改变 很多时候她的想法都太幼稚了 做事又很极端 让我看不到未来 不知道该怎么和她继续下去了 你的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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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两嘉宾小魏 二十三岁 外自江西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黛 二十二岁 外自江西画舞员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好 你好 你们谈恋爱多久了 两年多了 今天谁要来 我要来的 要来干嘛 主要性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有些小事嘛 就站起这么久了 然后现在要分手 然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闹到要分手那种地方 我并不觉得那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每天都会吵架 然后大家的说法都达不到一致 然后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我就想离开她 说说吧 怎么就让你不满意了 她这个人很幼稚的 平常做什么事情 她都不能理解我 学生去做兼职 不是很好吗 然后我当时朋友 就介绍我做礼仪的工作 然后我就去了 她就很不理解我 就语言上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然后我当时做那些事情 也挺累的 她就不但不支持我 还继续不让我去 对我造成那种干扰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她做礼仪嘛 然后在那里 很多人看 我就心不太舒服 然后有一次 我朋友也是问我了 她说 你让女朋友做礼仪啊 我说是呀 她说你怎么让她去做礼仪呢 当时我也不太了解礼仪 具体是干嘛的 当时她这样说 可能就不太好了 当时我就比较反对她做这个事情 那你就光听你朋友说了 那明明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嘛 我去做工作也是为了我们俩 之间平常开销能多吃点好吃的 出去多玩一玩 有一次我特别寒心嘛 我接了一个那个做安检的活动 当时也挺冷的 天气又下雨 我是坐两天 然后我已经坐了一天半了 然后第二天下午她说来等我 下班一起回家 然后她来了之后 可能她自己淋了雨 她不开心了吧 她就给我脸色看 可是我自己也很累了 我觉得你做我一个男朋友 你完全可以买一杯热茶 给我喝啊什么的 但是她一来就给我吵吵闹闹的 给我添加烦闹 然后还当着很多人 那边把我雨衣给撕了 反正那个事情对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一直觉得她很过分 当时情况也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是我说去找她 然后当时没下雨 然后我到那里下了很大的雨 我在门口等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我在那就淋了一下雨了 结果我进去以后呢 我进去以后 我进去以后 我给大家知道 但是我也听了 那不是你 我去接下来 そう 能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她就去楼下洗白天洗头发 然后我弄完以后 我要在门口等她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坐公交车了 然后路上稍微有点堵 坐到那里 然后还去超市买了东西 带点东西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就稍微没有迟到 但就是饭点 踩着饭点去的 去了刚好大家一起吃饭 我妈就问了一句了 她说来比较晚 我说公交车就是路上有点堵了 然后后来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 也没有造成什么 就是印象不好什么的 然后晚上一样就是跟我爸妈一起出去 看电影 就是一起出去玩都很开心 她走了之后 你爸妈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就挺好的 就没有提过什么 想多了吧 但是她是她爸妈的小孩 我又不是 我心里当然会介意 然后第二次去她家 我说我要去买礼物 她说不用 可是站在我的角度上 我觉得要买 那你朋友不是也说了 在微信上跟你说 你记得给你女朋友买好礼物 然后不用买太多 买了就行 那人家都那么成熟 想得到 你怎么就想不到呢 我知道就我那朋友她可能家里比较在乎这个 然后我妈去的时候她路上还跟我说了 她说就不用带东西 随便吃饭就行了 然后我当时想着 我妈都说不用带东西就不带吧 我们就一起去了是吧 然后当时她就 可能我也想着不走去吧 最后还是买了 买了回去了 也挺开心的天 就是你觉得她很幼稚是吧 她还有什么幼稚的行为让你接受不了的 她平常就是不理解我嘛 然后也不理解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的圈子 我让她跟我朋友见面 大家一起出去玩嘛 因为我朋友平常帮我也很多 但是她就对我朋友看法特别不好 然后也不愿意去见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时也会挺生气的 有一次她就跟她朋友 我不是说她不喜欢的朋友 是其中一个人 就是我对她印象不太好 就有一次就是她过生日还是什么 然后去喝酒 喝的一半那个人喝多了 然后她走了 然后把我女朋友留在那里 然后那些人就不让她走 然后我当时听到她跟我说不让她走 我就直接去了了 去了那几个男的反正她肚子也不太好 然后叫我喝 当时人家一点多钟了 我跑过去 然后她叫我喝 然后我也肚子火了 我说我又跟你不认识 你都不让我女朋友走 我跟你喝什么 你这是不能喝 对 然后后来我就拉她走了 我就对她的朋友就看法不太好 因为当时她自己走了 她也没带她一起走啊 因为我朋友那个时候她也喝多了 男朋友女朋友啊听了半天 女性的朋友 不是还有什么很多男的吗 对啊 是一起上班的同事 哦 行 这你认为她不够周到是吧 对 你好像也觉得她不太成熟 我觉得她脾气就脾气很大 脾气不好 我们一起吃火锅 还刚吃 朋友们一个电话打过来 叫我们过去玩 告诉我吃火锅吃地板了 把饭吃完了 然后她就比较着急 然后我就 当时我说心里不开心 我说去了去了 然后就走嘛 然后走的路上我可能就是多说两句 然后回去的路上上家楼 她把那个人家装修的那个钢口玻璃 直接从楼梯上扔下来 弄了一地玻璃 然后那房东也是 还来找我们 是吧 找了好几次 那我后来不是收拾好了吗 那不是我凌晨去收拾了吗 那不是因为你一直不肯哄我吗 她总是会 做什么事情 我生气了 她不肯哄我 然后等我也一起生气了 我们大家一起生气 然后互相的就是 相爱相杀 就每次都弄得很不愉快 我觉得希望她可以 就成熟一点 让让我 这样的话我也会退一步 然后后来我也哄了 我带去吃饭了 吃饭你没有给我好脸上 我把碗筷给你摆好 然后我叫你好几次吃 但是你全程也没有理过我 我说了好几次 我说你先吃饭了 吃完饭就说了 人家那个饭店老板娘都来了 就说不要生气了 吃饭了 反正也不给面子 然后最后还闹得好凶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在学校的时候 当时她打篮球 我觉得她很阳光很帅 然后我就追着她 你追着她 对 变成男朋友之后怎么样 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吧 哪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她不够成熟 太小孩子气了 而且很多事情都离解不了我 我朋友 他们男朋友都会 对他们挺好的 过节都会有仪式感 但是她从来没有 那你跟她说过吗 说我要仪式感 有 不是 我之前提过 我可能十件事情 有一件没做好 她就觉得我永远就是 没做过这件事情 但是那些都是我自己要来的 你没有主动想到过 就前段时间 不是我们在一起两年呢 我上班上十件钟才下班 我还订了那个蛋糕 还订了花 然后还回去拿给她了 你去上班 这些事情 不是我催促你去 你回去吗 而且这些事情 不是我逼着你做 你会做吗 我上班的不是 我出来这个工作 是我自己找的呀 你看得上她吗现在 就大学毕业之后 你还看得上吗 我相信在学校里面 小伙子长得比较精神 篮球打得比较好 对吧 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觉得那么幼稚的 从我出来接活动之后 你开始接触社会以后 你发现她是幼稚的 是这意思吗 就是人情事故 接不周到 见过你父母吗 她 没有 你没有带她见 还是她没提出要求 都没有吧 因为我还不敢 带她见我父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 她如果见我父母的话 能不能做得好 因为我们家里 很注重礼仪 你指的礼仪是什么呢 就是 试试想周全吧 比如 带礼物是必须的吧 然后嘴巴要会说话一点 她都不够 不会说话 那你看她大概 还有几年能去你家呢 等她工作稳定吧 我问问你啊 你说她脾气大对吧 对 一开始的时候脾气大吗 开始 比现在好吧 就为什么一开始能忍 现在就忍不了了 最近脾气有点 稍微有点太大了嘛 然后就是也是 她就觉得 那她这脾气 为什么跟你相处之后 一天一天地见长呢 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 我没有让她嘛 就是 我跟你讲一件事吧 我脾气为什么不好 就有一次 我们又一起找了一份工作 我叫她起来上班 然后其实她是会去 但是她就是要嘴巴 就是要说 就是我不想去 我今天有事 我们不去吧 就飞扬那样惹我 她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把我惹生气了之后 然后她就开始说 我们去吧 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很生气了 我已经没有台阶下了 然后我就会更生气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手机 都被我摔烂了 我真的为什么不知道 她每次都要这样 就一定我开心的时候 她要把我惹生气 然后都我生气了 我们两个都生气了 就把家里东西都砸烂了 你们俩为什么 你们一定要在一起工作呢 因为她不想我做礼仪 她想我在她身边 她不放心我 她要不做礼仪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 不用跟你一起工作了 还是必须得跟你在一起 就现在也不在一起工作 就她现在还是 目前还是在做礼仪 她还在做礼仪 你接受吗 后来都可以接受了 后来她 有时候她找了很早出去 我都送她出去 然后她晚了很晚回来 我接她回来 然后吃些小鸟再回家 因为现在我已经改变了她一点点了 懂得下班来接我回家 就她现在其实还是挺关照你的 对吧 我看你对她的工作也算接受了 对吧 我现在能接受 对这人呢 除了脾气大 你也都接受了 对吧 女生好像还什么都不接受呢 你看 但是我的脾气 不会哄人是你说的吧 不成熟是你说的吧 工作不上进是你说的吧 是的 这男生 对 你跟他分手倒是真的合理 那为什么不分呢 但是他虽然不上级 不成熟 不认真工作 但是我只要 我只要让他去做这些事情 他就会去改 会去做 但就是每次都要我去提醒他 我会觉得很累 就很操心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他成长 他应该自己成长 不是你帮他长 是吧 行 每个人给对方一个评价 女生先评价男生 我觉得每次你做什么事情 都很爱给我讲道理 就 而且你的道理我都不能接受 所以我不认同你每次的说法 这是辩论会 男生 我对他评价就是 我觉得其他都挺好的 就是这脾气就比较倔吧 然后我也有点倔 然后每次就是好难沟通 不是为什么你说完 他老说你自己呢 我觉得两个人都倔 就是吵架原因吧 好 所以你发现一个特点啊 男生好歹还反思一下自己 他有问题我也有问题 还试图有改的一些想法 对吧 女生这样是 我没有错 错的都是他 来吧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要给礼仪这个专业证一下名啊 在很多的互联网大会 修博会 西博会 都有很漂亮的礼仪 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 只要这个礼仪的工作是合规的 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我替他说的话 对 我现在理解 走 我再说 理解了 但从爱情的角度上来讲 如果你的男朋友 那么地不喜欢你去做一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并不是你赖以生存的 唯一工作的话 我是建议还是要考虑对方感受的 然后再来说男生 女生说他幼稚对吗 他今年才二十三岁 他能有多成熟 你要求一个二十三岁的男生 世事周到 世事圆滑 我觉得标准有点高 在这样的青春的年纪 有一些幼稚的行为 我刚刚听到了什么 就是朋友之间 他怎么怎么样不圆滑 我去他们家怎么怎么样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犯错 欲举的行为 只是说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思虑的那么周到而已 而且在整场的过程当中 我还听到男生说 哎呀 我也在检讨 我自己是不是哪里哪里怎么怎么样 但女生完全没有 其实相爱的两个人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本质问题的话 就是在一个爱的过程当中进行磨合 细节决定爱情 你们所有的今天的表述都是在表述细节 成也细节 败也细节 所以你们如何能够处理好爱情当中的这些小事 这些细节 就是你们走向成熟的过程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们之间出了大问题 很大的问题 幼稚 暂且不说你们俩谁比谁更幼稚啊 在我们看来你们都幼稚 这幼稚是比较出来的 但是幼稚本身它不是缺点 它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一个经历阶段 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你幼稚成熟 不是 而是说你是否欣赏她的幼稚 你是否欣赏她的成熟 就如同你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你觉得哇 好阳光 打篮球好帅 因为这个你就可以去爱上她 就可以交朋友 对不对 但很多人他不错 是挺帅 打得不错 篮球 他也不会去喜欢上她 这就是人与人爱情之间的不可捉摸之处 或者说你是因为她的阳光喜欢她 却因为她另外一个特质就不太欣赏 尤其是你工作 这种观点就越来越强 你觉得她得这么幼稚 同时呢 且不说她为人处事如何 但是她在对待你们这份感情是比你要成熟 因为她懂得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她愿意把你带到他们家去给她自己的父母见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 她在爱情上 她是勇敢的 她是比你付出更多的 反观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带她去见你的父母 想过 不敢 为什么 你潜意识觉得她可能走不进你的家庭 你对她是没有信心 你对她的耐心有吗 有一点 但很容易就烦 所以说你反映出来就是发脾气去训她 为什么你不能包容她呢 如果你足够爱她的话 所以说你们俩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根本没有喜欢上她 或者说你只是喜欢她的一种特质 但是整体这个孩子 这个男朋友你是不接受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是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可是呢 你根本看不到 你就觉得幼稚是问题 幼稚不是问题 问题出在了你身上 所以说我不太看好你们这段恋情 可能你们这就是一个美丽的邂逅 之后可能就会分开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的一个事实 是这样 我认为你们两个之间啊 尤其女孩子不是说她幼稚 其实你知道她幼稚 而且你也知道这个阶段男孩就是这样 你看看你的同学 有几个比她更成熟 你们两个之间的愤怒其实是两种截然的不同 愤怒 你们的争吵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动因 女孩其实不是出在细节上和她产生了分歧和矛盾 你出在了内心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其实你已经感受到她和上大学的时候那个阳光的 潇洒的帅气的男孩 在你心中的那种喜爱的形象的位置已经变了 而当初你曾经那么主动地表达了你的爱意 曾经是学校里边还比较羡慕的这一对 你如今无法交代这段感情 你只好哪儿哪儿都看她不顺眼 哪儿哪儿都觉得她不好 来掩饰自己想要分离 其实我觉得勇敢地面对感情就好啊 我知道你需要一个理由 或者需要一个说服自己也交代给大家的方式和她分离 但不是愤怒 不是争吵 不是一次次对她的看不上 不是连带她去见父母都觉得 拿不上台面 这样就变成伤害了你知道吗 你坦坦荡荡接受 有一种情感就是这样的 在某一个情景下我们是相爱的是美好的 但是人是在变的环境也在变 我不觉得谁对谁错 当我们内心成长了 境遇发生了变化 也许有些爱情走着走着我们就最终走到了一起 走着走着我们走散了 但也有份美好的回忆和一份祝福 所以我觉得你面对内心啊 不要去折磨自己不要去折磨他 变了就是变了 去面对 而男孩我想说的是 你去撕雨滴 你说一些让他很不愉快的话 你的愤怒和你的敌意 来源于你对自己无能的遮掩 你心里知道你在他那里达不到他想要的 男孩应该拥有的能力 所以你在掩饰自己的无助 所以在吵啊 这也是你的心里动因 你知道你达不到他的要求 但这不是你的错 因为我们的成长都是循序渐进 所以在这个阶段 你们俩可能真的走着走着 要走到两个方向去了 不是不曾相爱 而是不是每一种感情都能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辛苦 不要太累 去努力做好自己 去真心付出 结果不重要 成长的过程最珍贵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姑娘为什么流泪啊 我觉得她讲的 可能讲到了 心里的痛感 学生感情的痛吧 来 图老师 在爱情保卫站的舞台上 有一个魔咒就是 找个男朋友不是用来爱的 是用来改造的 你是不是特别想改造的 你是不是特别觉得 自己的男朋友 跟别人的男朋友相比 太幼稚没面子 你是不是觉得 她没有担当将来没有希望 你是已经打算好了 要嫁给她吗 你都没有打算好要嫁给她 你管她以后怎么办 相恋的时候是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 但相爱就是接受对方缺点的过程 吃臭豆腐就要忍住臭豆腐的臭 想要出去穿超短裙就得忍住寒风四四了 那找男人是一样的 男人身上一定是有你自己 所无法容忍的东西 更何况你也不完美 所以说不要总是 要么就要别人灌着自己的缺点 把对方当爹 要么就不要老去担心 别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老想做别人的妈 你做一个平等的女朋友不好吗 互相成长不好吗 姑娘 如果你要活得轻松一点 你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一个女朋友该应有的责任 至于其他的东西 应该让她自己去慢慢修正 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待在她身边 就像你不应该跟她在同一个工作单位是一样的 你一方面倔强着自己的倔强 一方面又要去妥协自己不愿意的妥协 到头来谁苦谁心里自己知道 好吧 就这 现在好恋爱谈得女生都成熟得太早了 男生都跟不上 她说她幼稚对吧 我现在发现我们很多人把幼稚跟另外一个词 其实画了等号 幼稚是什么 在他们的心里是 不事故 不圆滑 所以幼稚在他们那儿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贬义词了 你去你们家 你都不能按社会上的规则 去家里买一个东西 她还很单纯呢 我妈说了不用啊 当然听妈的 自己跟一帮朋友去喝酒 这帮朋友说你不能回家 你就得陪我喝 男朋友说我就不跟你们这帮家 我喝把我女朋友灌成这样了 太不成熟了 你不给我面子呀 所以在你心里面那个幼稚 你是在跟所谓的事故和原话化等号 那留点这种唇唇吹吹吹的东西不好吗 所以你们自己看前提原则就是老师们说的 第一不要勉强自己的内心感受 第二学会成长 互相成长就好了嘛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我是觉得在一起两年了嘛 反正我是觉得分开就也挺可惜的 那我也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嘛 就是我有思考东西也会想得周全一点 然后我觉得你有些就是脾气大 也可以改一改 大家都慢慢来 以后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其实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 但是现在就是毕业了 我还是觉得我们得为以后打算 因为我希望能有一个成熟的男孩子带领着我向前走 如果你一直保留这份天真的话 如果我能 我也想天真 听明白这句话了吗 我还需要人照顾 你不能还让我照顾你 我累了 是这意思吧 姑娘 行了 回去吧 谢谢两位 来 来 请关门 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下期节目一直去找他 刚才在好好沟通一下 行 面对生活加油吧 少子 好吗 像你篮球场上一样 保持你的阳光 热情 积极 好吗 谢谢你 请回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老师 好了 我们祝你们找到自己 喜爱的那个人 热爱的那种生活方式 然后开心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京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险集 有网友提问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两年多了 虽然我俩家庭条件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上班工资都不是很高 我花钱比较节制 但是他从来都是大手大脚 到现在一点也没有改 马上就要结婚了 要是这样 以后我们还能一起生活吗 不能啃老一辈子呀 我该怎么改他 乱花钱的毛病呢 结婚呢 意味着两个对未来 有共同规划和目标的人 因为要更好更快地 去实现这个目标 而决定在一起 这样呢 两个人的力量 就可以往一处使了 可是你男朋友 现在这种状态呢 其实是还没有做好 结婚过日子的打算的 所以你们先不要着急结婚 先统一思想 再做决定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 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要宝石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宝石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部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